泰國傳統活動潑水節終於復辦了 一眾市民星期一下週聚集在九龍城參加潑水節 這個泰國傳統節日當然不能缺少傳統泰式活動 當中包括潑水、欲罰儀式以及泰拳比賽等等 而今年的活動亦特別珍切潑水節小姐選舉 活動的負責人說因為疫情導致潑水節停辦三年 令到該區失去原有的特色希望今次的活動能夠帶旺當區 同時將泰國人新年的美好祝福傳遞給每一位香港市民 今次亦是屯馬線開通之後首國潑水節 有市民專程坐車去到宋皇台港鐵站 只是為了一島潑水盛況感受泰國文化中的熱情揚日 現場有水車及設置臨時水龍頭被參加者拿水 大約有150名市民包括小朋友參加 部分人用玩具水槍、水瓶、水盆等等參加水戰 連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都還照顧 氣氛非常熱鬧 第一次參加潑水節的他們就表現得相當興奮 很多人很熱鬧 很開心 為何會來參加潑水節呢 文化的景色都有 你呢 一樣都是喜歡文化的那些 不買《關於電視宇宇宙》 跟電視宇宙人設的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